第三章有什麼問題? 同學做了實體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就提算,有問題就很多人的問題 不要把所有的問題都帶回完成以後 還是你這樣如果有答案的話 所以有沒有什麼問題? 第三章你做的實體裡面 或者是你看到的課本裡面講的 你覺得無名所以或者是你對它寫的肉 不認同的地方 都可以拿來討論 有沒有什麼地方不清楚? 沒有,然後這個 這邊有幾個位置是空的嗎? 這個位置是空的,如果有同學坐在後面 然後想要有桌子的可以往前面 這邊有兩個位置是空的 好 好 我們接下來要談第四章 第四章對大家的 不管不是快遞上面的幫助而已 我覺得對大家在做很多未來的判斷都非常有用 這個是講配型 我想配型大家都聽得懂 大家就知道 那這張到底怎麼好好講 好 所以我們要去談 比較簡單的一個密集的概念 那我們談一下 這個也算是給大家有一點了解 如果你有錢 你會去贏 幹嘛? 好,我們不要講說負貨值 你會存銀行? 你會怎麼存? 你會存在銀行? 你會怎麼存? 假設你有錢 你是一個非常不喜歡有風險的人 所以你會做這個 怎麼樣去保護你的財產呢? 保護你這個錢呢? 反正你不選擇新的同志 你是選擇存在銀行 那你會怎麼存? 好,你會怎麼存? 你會做定存,對不對? 定存有什麼好處? 力行比較高 還有沒有? 力行比較高 多 相當之下是比國際存款 或者國際存款來的高 沒錯 除了這個之外 那你存在銀行 你國際存款 地期存款都一樣 沒什麼光線呢? 這樣銀行不給你的錢 都拿到銀行 沒有沒有? 你把錢存在銀行 做定存 好 那你跟一般的國際存款 有什麼不同? 第一個 沒錯 利率都比較高 他的利息會比較多 因為利率比較高 第二個 有什麼不同? 運期存款 我也可以隨行解約 我本來選了一年 我現在選了之後三個月 因為我需要用錢 我可以去解約 所以雖然說定存 並沒有說你一定不能夠 那些錢 一定要存到你期間結束 才是用那些錢 沒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是可以提前解約的 好 所以他沒有流動性的問題 但是他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有沒有想到? 有沒有想到? 我去懂嗎? 另外一個 同學都有存責 對不對? 如果你有主要 只是一般的銀行 你一定有存責 你去看看6月21號 12月21號 你的存責會突然就冒出 一塊錢、兩塊錢、十塊錢、一百塊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吧? 雖然你的存款金額很小 我想有時候會給你一塊錢、兩塊錢 因為利息如果是零點多元 對不起 我們現在沒有繳 所以他就不付利息了 好 一般的存款 你是活期存款也好 活期儲蓄存款也好 活期儲蓄存款也好 活期儲蓄存款 有什麼問題? 活期儲蓄存款只有個人能夠存 一般的公司行號 他只能做活期存款 他不能儲蓄 那個人呢 你可以開活期儲蓄存款 活期儲蓄存款都可以 那活期儲蓄存款 跟活期儲蓄存款相較之下 現在應該利率沒什麼差 早期 在五年、十年前 五年前呢 活期儲蓄存款的利率會比 活期儲蓄存款稍微高 一點點 一點點 好 那因為這樣的儲蓄 以前我們在 這要講到貨幣銀行學了 好 在貨幣銀行學裡面呢 銀行它要做 中央銀行如果要控制 你的貨幣的流通量 它有好幾個工具 其中一個就是調整它的貨幣準備 好存款準備 不是貨幣準備 存款準備 那如果你叫做活期儲蓄 因為隨時可以存 可以提 所以它的儲蓄準備要比較高 那你有多一個儲蓄 所以它認為既然是站在儲蓄 所以你的儲蓄 你的提款的比率 或者是提款的金額會比較像 所以活期儲蓄 應該是儲蓄部跟銀行部 它的儲蓄準備率是不同的 銀行部的儲蓄準備率要比較高 因為你隨時會存體 而且金額可能會比較大 那儲蓄部的話 它的 因為你既然儲蓄 所以你存體款的金額就不會太大 所以它的儲蓄準備就可以小一點 那儲蓄準備 大小的有什麼關係 好 現在二年級的同學剛好在修貨幣銀行學 有沒有其他人可以講 誰可以講 過期儲蓄的儲蓄準備 有什麼影響 說辦的同學可以跟大家講 讓大學部的同學精神好一點 就出個聲音嗎 好 有什麼影響 就是存款準備到底它的目的線 我說中央銀行在控制它的貨幣流通量的一個工具之一 就是調整它的存款準備率 它會影響的是什麼 好 會影響到市場貨幣流通的數量 更重要的是它要有乘數效果 好 因為你的 就等於說呢 那銀行拿了錢之後它保留一部分 剩下來的錢可以幹嘛 有人需要錢的時候它就借給人家 所以它就會造成存數的效果出來 好 所以 那這個就是會造成這個貨幣流通量的多寡的問題 所以我說中央銀行如果要控制它的貨幣的 比如說利率的升漲也好 它的那個動作之一可以有一個什麼 調整存款準備率 好 那如果你的銀行戶的話 因為它的隨時存體的頻率跟金額比較大 所以它的存款準備要比較多 因為隨時可能你存100萬進來的話 你可能要保留30萬準備讓它存體 70萬才能夠帶出去 借出去 好 那如果你是儲蓄戶的話呢 因為你存體款的金額要想 我可能保留個20萬就可以了 剩下把手你就可以借出去 好 這是存款準備率的功能 好 所以當初就是為什麼講到這個 就是以前就會有儲蓄戶跟銀行戶的利率是不太一樣 所以國期存款跟國期儲蓄存款的利率會不一樣 會有點不同 但是在應該五年前了吧 應該有一段時間了 已經取消掉銀行戶跟儲蓄戶的不同 好 但是沒有關係 國期一樣它有 那就是變成什麼 可以隨時存體的跟定期存款的不同了 好 就回到我們剛談的那個問題了 好 那我們要談定期存款到國期存款 就是你把錢存在銀行 定期存款的利率會比國期存款的利率來的高 這是沒錯 好 但是除了這一點不同之外 還有什麼不同呢 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複息期間不同 好 國期存款 國期數據存款 我剛剛講說 如果你注意看一下你的存責 好 你不要每一次的存責的金額 余額都是百位數以下 如果你千元以上的話 我想你都會有一點點利息 好 因為銀行每一年包括郵局 這個每半年複習一次 每年的六月二十一號跟十二月三十一號會 十二月二十一號會複習一次 所以它是每半年複習一次 但是定期存款是每個月複習一次 好 所以它的複習的時間長短 四處就不一樣啊 國期存款一年子負兩次 國期儲蓄存款也是一年子負兩次 那些定期存款一年子負十二次 好 所以定期存款跟國期存款 或國期儲蓄存款 其實影響最大的應該是第一個 除了利率之外 第二個就是它的複習期間 好 那我剛剛講的你有錢 你拿到銀行去存地期存款 那當然啊 三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 十二個月的利率也有一點點不同 那除了這個不同之外 還有一點很大的不同 如果你存的是在銀行叫做定期存款 好 它每個月支付給你利息 好 你去做銀行開戶的時候 你去做定期存款的時候 它一定會要求你 另外開一個國期存款簿 或者是國期儲蓄存款 因為定期存款呢 它每個月計時之後 就把你存到你的 可以隨時存體的國期存款 或者是國期儲蓄存款 每個月好 它過利息的時候 就把它存到這裡去 那你要用錢你就從這邊去理錢 就一般如果你是靠利息過日子的人 好 我有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年金 就說現在不是在推老保付 退休是年金制嗎 每個月付給你一錢嗎 好 那假設我那時候呢 退休的時候沒有這個年金制度說 就比了三百萬就出來 所以每個月呢 那我靠三百萬資深出來的利息來過生活 我就做定期存款 因為每個月利息就存到這裡來 好 這是每個月 我做那個計算利息存到我的存者裡面 我就去比那個錢出來買半支 好 這個是定期存款 每個月把錢存 轉到你的那個存者裡面 你隨時可以去動用它 那如果 我不是欸 我現在呢 我每個月都有固定的薪水 我的生活只要靠我的薪水就好 我這幾存款的利息 我是現在不會用到的 那不會用到的話呢 我一樣 我也很怕去投資 到時候那個風險很高 所以我去把錢存在銀行 那我會做的存款叫做整存整付 因為我不靠利息過日子 整存整付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一筆錢存進去 我願意的存款時間到了 再一筆領出來 這個叫做整存整付 好 再說一次喔 它的特點是什麼 我一筆錢存進去 這當中我都不要領任何的利息 任何的錢出來 好 我時間到了 我約的是一年 好 一年 我存一年 一年就我整個把存款跟利息整個點出來 這個叫做整存整付 那這個整存整付跟定期存款有什麼不同 定期存款是每個月 你都有一筆利息可以拿出來領 拿出來領出來用 好 那整存整付呢 銀行一樣每個月寄利息給你 每個月寄利息 可是這個利息呢 你它不是存到你的活氣存款 是滾到你的存款的本金裡面去 因為我剛剛講整存整付 我存了一筆錢進去 我約定的存款時間到了 再一筆領出來 這個叫做整存整付 那它的計息呢 時間一樣喔 因為你只要是這個定期存款 它還是定期存款的一種 只是它的領利息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對銀行來講 它一樣每個月送利息給你 只是利息是滾到你的本金 因為到時候是我整筆領出來的 跟定期存款 每個月它利息放到你的活氣存款 裡面是不一樣的 雖然利率相同 雖然是利率相同 但是因為你的提款的時間不同 最後造成的利息收入 你是存款人 所以你會拿到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也會不一樣 再說一次喔 這種 這兩個存款方式 這是一個常識喔 如果你媽媽說 如果有一筆錢覺得 你唸了財管 你唸了這個財經相關的 唸了商學院 你給我經營一下 我應該怎麼去儲備這筆錢 假設我不要去做什麼投資 我就把錢存到銀行 你覺得怎麼存會比較好 好 那你要先問 欸 那你這筆錢 在這段時間有沒有做什麼 你多久會不用它 好 那這個利息 你有沒有要做其他的用途 有沒有規劃 好 你要先問清楚了 那你才能夠做建議 你有沒有拿到這裡寫證 跟他做了建議證 就跟他做了決定 就後來跟你講說 不行啊 我每個月都要靠那個利息幹嘛的 那就錯啦 好 所以呢 你要先去了解 不要想著那個跟財經有關係 這麼說了 這一張其實跟你的日常生活很有關係 好 一樣 你存到銀行 我不是做國際存款 好 不是國際儲利存款 我是做定期存款 那你要做定期存款 所以銀行會每一個月都會給你一次利息 但是如果你要靠利息過日子 你就存這個 如果你不是要靠利息過日子 比如像我現在我每個月有薪水 我用我的薪水過日子 所以這筆錢呢 我是以後養老用的 所以養老 假設我還有 假設我還有十年才要養老 好 那所以呢 我這筆錢我就沒有那麼快用到 其實這個利息 我不需要每個月都領過來用 這個時候我就做整份整部 但我剛才講 雖然這兩種 他給的利率可能都一樣 如果時間一樣 比如我都是存一年 利息存款也有可以存兩年 好 我的存的時間都一樣 利率也一樣 可是我的利息 最後拿到的利息收入會不一樣 原因在哪裡 福星高水會不一樣 原因在哪裡 其實我剛都已經有稍微講過 為什麼會兩個利率存款期間一樣 利率相同 但是這兩種存款方式 最後你領到的利息上產 合計起來會不一樣 為什麼 為什麼 好 好 許家衛沒來 洪家衛呢 他應該是死死 蛤 他家裡有死 喔 家裡有死 許家衛還是洪家衛 許家衛應該在做報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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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成 好 好 也沒來嗎 好 好 好 冠奇 好 我有看到你 我知道啊 好 我不是要點你的名 我只是問你 你可以跟我講一下你的 你想 你覺得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好 好 我問了一半天 你不知道我在問什麼嗎 你神有了嗎 想 還是你在想說 我們的報告要怎麼寫呢 報告寫完了 我現在把一筆錢存到銀行去 我做定期存款 跟做整存整付 我的時間相同 銀行給我的利率也一樣 但是我最後拿到的利息的金額 會不一樣 為什麼 不知道 因為我剛剛講了 你每個月銀行都把這個利息存到 你這個國際存款裡面去 所以你的存款的本金是不變的 你每個月銀行都把這個利息存到 我每個月算利息的時候 都是本金乘上利率乘上期間 我的本金不變 利率不變 我每一期付款的時間都一樣 所以這個我每一次拿到的利息都一樣 但是這個呢 因為它在每個月記息 但是我不把錢 我不把利息領出來 所以利息會滾到本金去 我第一個月我存的是100萬 還有100萬記息 但是第二個月我可能100萬 100萬領200元 就是100萬加上一個月的利息200塊好了 所以我第二個月算利息的時候 是100萬又200元去乘上利率乘上1 12分之1 那因為我的本金比較大了 季期的本金倍是比較大了 所以我的第二個月的利息 一定會大於200塊 因為這是叫做負利 就是利息再算利息 叫做負利 這個叫做單利 因為利息算 利息分配完了之後 就是算給你之後 就不再記錄你的計算利息的範圍之內 所以它這個叫做單利 這樣搞清楚了嗎? 所以當你親戚爸爸媽媽 或你自己本身有錢 那你不想去做這種風險 那個投資的話 那你把錢存在銀行 那你就要去想 那你要怎麼存 你怎麼讓你的報酬是最高的 好 那就是你要想清楚 這個當中的每個月的報酬你要做什麼 所以這裡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是負款 負利的期間 期間呢 次數一年 哪一年來講 一年的次數是有影響 尤其是負利的情況之下 好 所以這是單利跟負利 你要搞清楚的 你要知道它有什麼差異性 雖然負息的期間相同 雖然利率是一樣 在你的一開始穷款的本境一樣 但是最後你拿到的利息 你的總境也會不一樣 好 這是你的單利跟負利 所造成的影響 好 所以你現在 那我對上學這個 好 之後之後我剛才講說 其實對你們來講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張概念 為什麼 好 常常講 記得嗎 我看那個電視上面在講 你退一休之後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好 你想要環遊世界嘛 它就慢慢電視廣告裡頭的負現 你應該有8千萬的存款 好 退休的時候 你也有8千萬的存款 那如果呢 我只想過得很平靜的 這樣可以購我這個 我算是每一張過就好了 那只要購我這個余醫生 接下來剩餘的生命的日常之餘就好 我先等著2千萬的存款就夠了 好 所以這個要告訴你說 這張要學的是什麼 要告訴你說 如果我預期 我未來 我希望我未來退休 改成同學 50年之後 跟到50年 大家怎麼說70歲 人生普通 例如是40年之後你要退休 你40年之後退休你要有 你要把物獎考慮進來 未來的8千萬跟現在的8千萬不一樣 你看喔 因為未來8千萬的購買會下降 所以未來的8千萬已經相較比較 現在8千萬要少很多 所以你未來假設我要能夠退休之後 能夠去環遊世界 我可能要準備1億2千萬 如果要1億2千萬 那我現在該怎麼去做我的存款 或者是在該怎麼去做我的理財的規劃 這個就會在你這張裡頭就很有用 好 所以這張要學的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 不是在我會上的用途而已 很重要的就是在你的退休生活裡頭 你的未來有很多的計畫 你家維 你有很多的想法 你未來想要做什麼 想讓你未來退休 你講到退休 你太容易了吧 你未來想要做什麼 你好像很興奮 你有沒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未來的想法是什麼 我想要康復世界 什麼 康復世界 康復世界 你要當俠課之類的嗎 不知道 我覺得現在有餐廳的壽品壽的壽品 怎麼做是康復世界 要做三名科學的文化 上什麼科學 學什麼東西 這樣太抽象了吧 還有很久 就慢慢學 因為越強 你也有一點方向 變圖完大學 然後呢 大學很快的 你現在二年級了 改年多之後你就畢業了 然後就 然後就 這樣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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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 其他的工具的話你就只能靠你的勞賓房主了 那如果你沒有什麼其他的工具的話 台湾也很大 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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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里来吧 再问下去可能就是 台湾 谢谢 我只是希望他给我一点点不同的声音 让大家有一点点 让他的情绪有一点不同 谢谢他的配合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一章里面 除了我们很连书的 放的是会计的书里面之外 其实我想说 根本未来的人生的对话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第一个书 讲一下单利跟复利的概念 然后单利跟复利 除了概念的不同之外 那就是你复习的期间 我刚刚也讲 是每半年复习一次 跟每个月复习一次 你的利息最后也会不一样 利息的金额最后也会不一样 算利率相同 但是因为你的那个期数不同 支付的次数不同 也会造成你的最后的 拿到的利息的金额也会不同 好 所以在每月132天呢 就先开中文一天 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到底这一章里面 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 会用在什么地方 那其实呢 不要讲到钱 未来你要退休 我常常在看说 其实那个邮局也好 或者是到银行也好 他常常会跟你讲 你要不要去买保险 你知道每一年存得六万块 好 那六年之后呢 你可以拿回四十万 那一切蛮高的 你每一年存六万块 存六年 六年之后 六年期盼 你可以拿回四十万 那每一年六万 那乘上六年 其实你就存了三十六万 那这三十六万 这六年当中 你可以有利息四万 其实是不错的哦 好 依然现在来讲 是相当的不够 好 但是假设现在 假设不是到三十五 四十万这么多 你存了六年之后 可以给你三十七万 那你要不要 好 你要不要做这个存款 你要不要做这个存款 你要不要去买这个保险 其实他通常 这个是 应该讲 这个是房子 不是保险 所以你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那早 今年的六月五六分的时候 我去 也是去高医院他们讲那个理财的观念的时候 然后他说的 一个老师他说 他觉得现在呢 他说他所有的钱呢 最后留下来的 就是去做 去邮局买保险 这是储蓄型的保险 就是 哦 每年买 可能你每年买六十 这个就是付六十万 然后我给你的保障之外 好 那六年之后你可以领回 你付六十万的话 他会领回三百六十万 那三百六十万 你可以领回四百万 可能没那么高 不是不可能 没那么高 可能给你 你可以领回三百 八十万 他说 他只有这样能够存下钱 因为他说做投资 还剩下 Trinity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现在不够 我现在不想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说 我现在看